哈囉哈囉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雅校廚房 欸 前陣子呢 我在推特上看到了這張圖片 對 雖然我會放在這裡 但是我還要拿手機看 馬哥 他說呢 夜市買的超便宜牛排可以這樣子做 把洋蔥磨成泥塗在牛排上冷藏一個晚上 接著在煎牛排的時候搭配上奶油跟洋蔥碎塊 與胡椒輕輕炒熟的配料 就是一份美味的熟成牛排 這個是法式料理名店當主廚的朋友們學到的 大家有需要嗎 我需要 但是你們知道這個做法 想一下 啊 沒錯 就是我們的 十幾之靈的那一集 姓平創真做的 查理亞冰牛排凍飯 OK吧 我們就來 今天就算來測試這個 你很厲害 你每次拍片都會跳電 哇 瘋了 好 跳電瘋波回來了 好 反正呢 我就是會做一個 有洋蔥醃過的牛排跟 沒有用洋蔥煎過直接煎的牛排 總之 Let go 牛肉呢 我們要先做簡單的處理 就是我們要先 切橫格狀 你們有看到嗎 特價品跟沒特價品的牛肉插演 我們均勻地把這個洋蔥米鋪在我們的牛肉上面 我們均勻地把這個洋蔥米鋪在我們的牛肉上面 看起來很像抹了一層大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一直跳電那是我 還是要做事好不好 所以我們把兩面呢 包了洋蔥 然後 我們就做有沒有洋蔥醃漬的差異性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就冰起來 稍微冷藏一下 大概跟動畫的時間差不多 那就抓一個小時 那 冷藏的一個小時還有跳電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沒錯 可以玩Rush Royal 使用我的說明的下方連結 或者是螢幕上的QR Code 掃描下載遊戲 就可以獲得特殊的大師寶箱獎勵 Rush Royal 進捷皇室 是一款極幻式的卡牌卡房對戰遊戲 在這款遊戲你可以解鎖數十種不同的角色 工程師 法師 神槍手 透過任務獎勵細心地培養他們之後呢 因應各種不同的關卡 以及自己的戰鬥風格 來打造屬於自己的最佳隊伍吧 那遊戲的方式呢 相當簡單 只要從角色拖曳 他們就會升級 並且成長 只要搭配英雄的特性 就可以輕鬆地獲取勝利 然後來讓你獲得更多的資源 來培養更多的英雄 來做出更多的獎勵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個遊戲很特別 還有多人合作模式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呢 一起過關長將 運籌帷幄 來思考 你跟你朋友的陣容該如何搭配 才可以打出最好的配合 那你還不趕快跟你的朋友一起 並肩作戰 擊敗魔王 過關斬將呢 如果你聽到這裡覺得 對這款遊戲很心痛的話 那不妨趕快點下我的下方說明欄的 下載遊戲連結 或是掃描畫面中的QR Code 就能免費下載遊戲 並且獲得特殊的大師寶箱箱子 一組經濟一組卡片 還可以兌換傳奇角色的魔法之城 iOS的用戶務務必開啟 APP允許追蹤的方式 還可以獲得我們的這個大師寶箱喔 那麼這個寶箱的數量有限啊 如有興趣的話 快來跟我一起玩吧 Rush Royal YO 時間到了 他已經變很怪欸 這樣真的會比較好吃 原本上面的食谷說要放一天欸 好 反正我們繼續照這個方法做 然後我們要先把那個洋蔥泥剝掉 然後加一條材料 黑胡椒 鹽 它上面就說 搭配上用洋蔥跟奶油塊做的配料 所以這邊就直接正常的煎牛排的動作 欸你們 我們這樣就變那個碎洋蔥 用的有點黑黑的 這樣對嗎 還是我應該要把它拿去泡沖水 沒關係我們還有第二塊 可以想辦法 哇 我這個菜好像比較好吃欸 OK 各位 進入這個 單純牛排試吃完結 配料還沒做 先吃原味 夜市牛排 就是有點牛味 然後吃起來 可吃 也不會到難吃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個 好吃 啊 超好吃 它很酷 欸你吃 一般的 很熱視欸 對不對很厭視嘛 好啦你再吃這塊 味道也有差欸 你看你吃的是味道 欸 很軟 而且它整個牛肉的味道被帶出來 整個風味呢 完美 極佳 但是 有一個大問題 這羊肉被我們煎過 黑掉 所以它吃起來有點苦味 所以 我們要想辦法把上面這些洋蔥 去乾淨 就可以做出完美的 洋蔥醃牛排 那這一塊呢 應該也不用再試實驗了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 多醃個幾天 然後 看這一塊最終效果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把這一塊做一個 完整的版本 然後我們之後再來吃 最後一天的版本 OK 實驗室就是這樣 漂亮 GO 好像整個對囉 我覺得它好像對囉 好 在煎這個牛肉的過程中呢 我來醃另外那一塊 要放一天的 好好期放一天的味道會怎麼樣 先把剛剛用過的 泥 先鋪底 好不好 GO 我們再更多的 OK 試吃 不太對耶 如果把洋蔥去掉 它就沒有這麼嫩 剛剛我們吃原本那一塊 有沾著洋蔥的 可能 我們火候沒這麼大 也可能沒那麼久 所以下去是極其的軟嫩 帶一點牛肉香 這個 軟硬都有 肉汁肉香 被提高到了另外一個層次 而且 鹹度跟鮮度 大大提升耶 整理上的口感啊 哇 變得非常好 要再講話拜託 這個是另外一個 部位的牛肉 所以有點差異 有可能的新鮮度有差 好神奇啊洋蔥 好 我們把這個 用一天試試看 最後最大的差異 到底會怎麼樣 嘿各位 我們過了 兩天 我還穿一樣的衣服 嘿嘿 我好期待喔 看起來有點可怕 感覺它會變更深 它這個顏色其實很深耶 搞這樣子嗎 還是我把它剝乾淨就好 我覺得要剝乾淨耶 好用剝的 好像不用洗 好 覺得手度可以了 起鍋 把這個奶油切這樣 哇操 好香 那我們把牛肉切一下 哇操 完美五分鐘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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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 我們的 我們的 法式熟成法 牛排飯 完成了 我們先吃這個配料 炒洋蔥 最後一個字 香 洋蔥的味道 搭配上這個奶油的香甜 讓這個奶油變得非常的順口 然後我們來吃這個 一天的 這個牛排 感覺就嫩多了 它的牛味被這個 洋蔥 醃漬一天之後 那個非常的軟 非常的好吃 可是 就是它昇華的 那個 譬如說 我們原本用個兩個小時的 跟這個一整天的 大概 成長 20%左右 就是也有軟 但是沒有什麼巨幅成長這樣 不然你吃看 我覺得這個又更像 夜市牛排的 調味的味道 因為我們上次的 有點把洋蔥整個 味道都弄出來 它反而這樣調料 辛香料味那麼重 嗯 可是它調味的黑胡椒粉 就是在肉裡面 不是像我們上次的 撒在外面的感覺 嗯 它整個 調味跟肉 結合在一起 整塊牛肉變成 剛好的味道 我們來找一個 現在味覺是好的人來吃 鯉魚 鯉魚 它其實蠻嫩的 嗯 因為 我們用洋蔥醃了它一天 喔 難怪很爽有一個甜味 很黏 對很甜 然後很嫩 而且有汁 對 重點是 鹽 一整天有汁 蠻屌的 蠻屌的 好 各位 那今天的大雅實驗室 非常成功 太合了 好的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想要的話 記得按一下 訂閱好 想去看肉包 你要包一下 那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Rush Royale 今天全家宰好了 大家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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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